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4月1号的晚上9点20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走势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盘面呢 比特币今天呢是有一波回踩的一个动作 最低是到达了这个44,300这一代 那目前来说 那昨天来说我们的期望呢 是看到比特币能够在这个这个通道 这个向上通道这个底部呢 是期望呢 当时是期望它在这个通道的下面这能够期望 一个呢 这是通道的一个下面 在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一小时级别上那个凶线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 当时呢 合计的是在这个位置能够期望 而且呢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前期的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 结果呢 今天来说呢 价格呢是直接下窜了这一代 那最近呢是到达了这个44,300这一代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比特币呢正好是回踩到了这个 呃 原先这个4小时级别的这个 4小时级别整理期间的一个 呃 上面呀 正好的价格呢 正好是回踩到了这一线 那目前来说 呃 回踩到这一线呢 呃 价格是会定了 获得了一定的一个支撑 而目前呢 是价格在 呃 呃 做一波反弹 那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介入这个多单呢 呃 我个人来说呢 目前这个走势呢 我个人会 我持一个观望的一个 啊 观望观望的一个态度 那 后续呢 我可能如果说比特币 能够在这个位置获得一个支撑 呃 去去去上攻的 那有可能呢 呃 比特币价格呢 价格呢 价格是会 在此 这个位置上去 然后打到这个 4万6这一代呢 我估计价格是会再去 呃 来一个下探 二次下探 再去采回踩这个趋势线的这一代 也就是这个前进的这一 这一代 估计再次获得一个支撑呢 再次上破 完了以后呢 再去重新去展开一波上涨的一个 啊 清 那这是我个人的 呃 猜测的一个后续的一个 呃 后续的一个走势 那所以呢 我们做 我们做 做单子呢 呃 目前来说 我仍然是以做多单为 为组 那后续做单子呢 呃 还是建议大家 耐心等待 等待去 二探这个 去去实现的 呃 一个时期 如果说 在这个位置呢 二探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起网了 那么我可以去 呃 这个位置去布局一个多单 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直接下下破了 嗯 直接在这个位置 直接下破了 那么 有比特币的后续呢 呃 可能就要改变一下观点 改变一下观点呢 后续比特币呢 可能是会 呃 再次迎来 一波下跌的一个行情 所以目前呢 我们就看 比特币是否能够再 有一个回踩 起稳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去介入一个 相应的一个多单 如果说比特币呢 嗯 再次下来 去下破了 这这一代 那比特币呢 有可能会展开 相应中的一个 下跌的一个行情 那这就是比特币的 一个后市的一个解析 我们再来看以太宝 呃 以太宝呢 目前来说呢 价格呢 也是有一波 呃 下跌 目前价格是在 反弹当中 那其实呢 以太宝这 可以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去 可以去看住了一个 呃 头肩 去看住了一个 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就是左肩 头肤 右肩 然后以后 直接去下破 然后现在呢 是去回踩 颈线的一个动作 那以太宝呢 有可能会回到这个 呃 这次呢 回到这个3360左右 这一代 呃 也就是颈线这一代呢 有可能会再次 一个承压 再次承压的话 有可能 那是会再次去选择一个 向下的一个 呃 都能 所以呢 这这一代呢 我们一起观众一下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效的一个承压 那如果说价格在这个位置 直接去 一个人先去上破 那有可能呢 呃 比特币呢 呃 后续呢 应该是会再次去选择一个上攻 所以目前来说 我们就耐心观察一下 以太宝呢 这个这个位置的一个 一个走势 我们再看一下 BnB 那BnB来说 目前在这个位置呢 也是在做 呃 做了一个上下的 呃 一个 急速的一个行情 目前 所以 BnB目前来说 是跟我们的原先的一个预期呢 其实是 呃 之前我们预期呢 是在这一代突破这个 呃 上边员呢 呃 有可能会展开一个波 向上的一个呃 呃 行情 那它突破了以后呢 正当了一段时间呢 结果是选择了一个向下 向下呢 紧接着突破 突破完了以后呢 目前来说 又再次拉回到这一代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 呃 观望 观望它 不去做 不去操作 观望我们在这一代呢 看看它后续 那究竟是 再次去选择上攻 还是再次去 撑压回落 这么走 那我们 耐心等待 如果说给错 给错了一个 相应的一个 呃 走势 我们再去 接入相应的一个单子 嗯 再看一下 AXS AXS呢 目前来说 其实 之前是有一个整理的 一个三角形的一个 整理形态 那这个位置呢 我个人是去 做了一笔单子 那当然了 目前这笔单子 我个人并没有出掉 那我看一下 我一会儿看一下 这个呃 后续行情的一个走势 如果说明显的一个不利 那我可能会去把这笔空单去除掉 但是大概率来说呢 个人感觉在这一代的话 呃 应该是会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下情空间 起码来说 会到达这个呃 五十 五十八块 呃 六这一代 所以呢 这个单子呢 我也会 呃 难兴持有 嗯 一个呢 是AXS呢 本身它自己的一个 呃 这个币的游戏测量的话 是 最近呢 发生了一个 被盗的一个事件 所以它这个利空呢 我感觉是并没有走完 呃 在一个呢 本身结构形态呢 也是一个呃 偏空的一个结构形态 呃 所以呢 呃 这笔空单呢 我个人来说 呃 还是选择再拿一拿 拿一拿看看 那个是 是不是能够给到我一个 更大的一个利润空间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晚上 我对这个 呃 数字货币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解析 呃 以上观点 就代表个人的观点 并不作为大家投资的一个依据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并不想对大家交易一定帮助的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下留言 那今天晚上就见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关注下留言